又沒有找過其他建築者去查一下他的圖 Ann就說沒有的 而我們也都 你剛才是說過見過了那些設計的了 那都覺得OK的 當時賣的時候 是啊 其實買家有些都是建築師來的 所以其實在香港的眼光上那些圖都不是說不清楚的 但是葡萄牙的法律 那些建築上的法律我們就不知道 我也沒有找過葡萄牙的建築師去查這些 但是你朋友之中的都是有建築師 那都看了一些圖則 都似無似樣了其實 是啊 都不是儀欺的事 真的買個單位 有這樣的想法去建了一個層樓 那我想問他其實說是沒有賣光的那些單位 那他有沒有這麼和你說過呢? 他沒有說過還沒有賣光的 他沒有說過還沒有賣光的 反而我有問過他 我說 為什麼我這麼想知道 最近才是這七個主持人 原因是他沒有說過賣店 我們買店 那有些人真的 那些主持人有些已經買了一店 所以我很想知道現在最新的項目是 有多少間店鋪是落在這個建設員的手上 我很想知道還是它賣光呢 反而我又怕它會不會走了 就是當作是他那間店鋪 一走了就知道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有一個新的項目 是誰是Homless 我再跟Dr. Carlos確認一下 但是第一件事我發現 如果它是沒有賣光 Dr. Carlos 的報告都說 它沒有這樣的想法去起工 它說要全部賣光 在裡面的檔案是說要全部賣光才起工 因為它沒有賣光 那它就沒有起工我 就是有這個 但是在這個前九個月前 它都有意圖把我們買了東西的買家去買店 所以我都經常在想其實它的意圖是什麼呢 還是它想我們賣光 然後它就想怎樣就怎樣 這個建築物 這個建築物 所以我都很想 好像做偵探 我都很想知道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一個新的項目 究竟它是居住了還是沒有 還是換了另外一個名字又不定 所以我才買個問你 有沒有一個新的項目 我都很想 如果想猜測它現在的動機的話 我都要看一個 譬如這十多個單位 究竟是轉了什麼人屋 又或者之前買了的人 是否有誰是賣了它的單位 還是賣完之後 會不會轉了進去發展商的名字 還是發展商都沒有了 所以我就 如果要解這個案 可能就是一個最新的買家的項目 才可以知道 究竟它在搞什麼 我好 這個是我的立場 我不是律師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猜 若然你是選擇選它的店 我想它第一件事 就是購買你的共產 因為你的研討廳裡面 你真是在那個特地裡面 有個共產的 你有股份 那這樣東西是事實來的 那現在的特地 就貴了很多的了 是 還有你的共產 就是你本身是有兩個單位的 是不是 分分鐘現在 你只可以用同一柱錢 現在去買 你分分鐘只可以買到一個單位 是啊 所以我都很希望它能建得到 不過好像很迷惘而已 意思你的錢已經在它的立場已經加倍了 在它的立場裡 它當然想賣你的共產 是啊 所以它就是想交換一些舖給我 是啊 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 是啊 是啊 因為它自己也有份的 嗯 就是在這個項目裡面 它也有股權的 如果它買了你的股權的話 就是當作是一個股權 現在你是一個百分比 因為你不是一個單位 你是一個股權 那它買 購買UR的話 那它就整塊地可以給自己 就是若然它購買其他人也是 是啊 它有跟我們 就是我一直一直追擊它 問它 究竟你現在有沒有人買你的舖 然後它說 都有人買了我的舖 已經 落落續續這麼多間舖 都差不多都有人買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你給了六間舖 五間舖給我選 怎麼會那些人個個都會選舖的呢 那 那 但是我就 尾包 究竟幾多人 已經轉了買舖 或者 怎樣 它一定要 Buy you out 可以這麼說 若然 它的未來 我想它 就是要蓋這些單位 我當它 真的想起了 那都有很多東西卡住了 那個時間都很長 它唯一一個方法 只可以是 就是 丟掉了這個計劃 再重新整個計劃的 而已 因為現在已經解除了 再重新整個計劃 又有幾年了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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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 我都 其實都很想它建得到 就是 如果它 那些房子已經賣光給人家 又或者 轉了做另外一間公司的名字 我也會死 它可以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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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這樣做 我見過 所以 我也擔心這些事情會發生 所以 如果買到這些 這樣的 這樣的 物業 就是 很多東西要淪落 經常都會很擔心 會 是啊 很辛苦 你其實 都是打算做GV的 就是 正正當當買個單位 收下租 又有拿到簽證 將來拿到簽證 那整件事 應該不會這麼複雜的 就是 你不會想著 就是 你現在是 關注律師的 就是律師應該幫你把關的 是不是 我們都不是 法律人士 是不是 那當你買 這個單位的時候 通常 裡面有租約 那你剛才跟我們說 那個租約 又沒有人簽名的 那 那個保證 又沒有 就是 又沒有簽名呢 那律師有沒有看你簽名呢 是啊 沒有的 沒有啊 那 那 他的職責何在呢 就是 如果 始終都是律師幫你把關的 就算你在哪裡買樓都是 那他都會幫你查些文件 那這個交易 裡面的 情況 他應該 要追蹤 OK 好 我幫你簽名 那是沒有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其實那個 代理的律師 就是 不是那個 澳門的律師 是那個 蒲國人的律師 來的 就是主代理 就是 代理的律師 就是 有你的PLA 就是你的 Power Attorney 那個律師 應該是幫你 主辦律師 幫你做GV 那個 那個是澳門人 來的 那個是澳門人 來的 是的 我懷疑 到最後 我發揮了一封 一封 寄信 給所有的 公司 說 這個 這個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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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追蹤 是另外一個律師 那個是澳門人 來的 就說 Burter Caros 好像是認識這個 律師的 是的 但是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究竟 可不可以 問他 拿到資料 究竟這件事 是真的 還是假的 因為 所有事情都很模糊 可以嘗嘗 探一下 口風 這個葡萄牙人 律師 因為 澳門那個律師 就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連搬了律師樓都沒有通知我 E-mail轉了 也沒有通知我 所以我就覺得 已經是 不太可信了 剛好我又沒有做黃金簽證 連過來打收之謀 都沒有提到 這麼多年了 所以我就已經 更加 沒有聯絡這個律師 所以我覺得 這個關係 真的很差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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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公司轉了 都不告訴他的客人 是的 我們香港如果律師轉去 第二家會通知所有客人 但是 這個 這個 澳門人 是葡萄牙的律師 即是 讀 律師 應該是葡萄牙的 是 但是 在這裏執業 但是他一直轉 都沒有找過我 即 轉完之後都沒有找過我 搞到我要上網搜尋他的名字 搜尋他的 新的聯絡 那我才找到他 那他是轉公司 還是 即 轉公司 轉公司 那他那時候幫你代辦 他幫你做事 那間律師公司 是什麼 是一個公司來的 就聘請這位律師 是的 是的 那他轉了公司 但是我最初還沒有批准 究竟其實那些 我的文件 是否在舊那間 但是沒有的 他又完全有我的東西 那有confidential 就是有私人的 是啊 所以我就覺得 哇 這裡很不專業 這樣 但是沒有辦法 我的東西都在他 反而 他說留下了在之前那個 我應該找誰 我又 更加難 找回這些文件 那 所以我就一直都是找回 舊時 那個 偶爾就問問他 那些更新的情況 那 不過現在我的文件 都拿齊了 都沒有什麼需要 如果萬一我有一天 過來打搜尋 我可能就會找回他 其實坦白說 現在這間屋 現在這間屋 搞到整個 我連打小指 手指毛 這個 這樣的行動 我都在困難 我需要不需要做呢 就是 過不過來好呢 已經搞到好像覺得 哎 不如我賣了這間屋 算了 這樣 現在賣 賣個share 是的 如果他肯買回我 我就算了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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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滿足了 哎 我都沒有想過升值了 這樣 這樣也是一個 就是未神不可的辦法 是 但是他又不肯 其實我 他不肯交租的時候 我又問過他 不如這樣吧 一人逛一步 不如買回 用原本價錢給錢 他不肯 他說不肯 是啊 他說不如你選一套吧 嗯 因為他想再賺 是啊 那什麼意思 因為他覺得 那個單位會繼續拖 那 哦 想到他的思路 他始終還在等著項目 要等未來幾年 不如 就是 是 是 對 對 是的 就是 我的錢 退拖 還是他的錢 退拖 是 那麼 那麼 起碼 他暫時來講 都 就是 交回一些租給你 我想 他因為 這間公司都還在營運 那麼他都有 就是 明星可言 那麼 都怕 都怕 會影響到他 可能 所以都 仍然繼續交 就是最近你都說他 在交回一些租給你 是不是 是啊 那租約有沒有說過多久的 他最初說三加三 就是說三年之後再給我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三年已經快到了 去到今年年尾 可能隨時沒有租了 都不奇怪 那 不如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如果你聽到這件事 就是你的經驗 你會怎麼樣 就是勸介其他朋友 應該怎麼做呢 如果他們 就是買樓啊 就算找建設員 在葡萄牙 你覺得 你會怎麼樣 你覺得 你會怎麼做 他應該怎麼注意呢 我想 一來我就在想 現在黃金簽證 都快結束了 是的 快結束了 那買 是否只能買鋪呢 如果只能買鋪 更加要過來看清楚 以前就說 COVID不方便過來看 最後就自己過來看 還有找一些專業一點的意見 例如找Sisi 因為 因為 其實 我最初 不是說 買了房子 然後才找到Sisi 然後我也有介紹 一些朋友 給Sisi 他們都一切順利 所以 他們在收租的時候 我還在信 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淒涼 那 我覺得 如果 未開始投資 最好就是 現在COVID都過了 過去 李斯本有很方便 都是自己去 不過 你不要想自己去選擇 因為 沒有 自己 在香港 或者 其他國家 去到李斯本 又不清楚 又不知道 哪個地段 黃 交通方便 那些 罪案率 各樣東西 都是找回 當地的公司 去玩好一點 那 也都不要說 托上托地 去找一些 無厘頭的 製作者 去買一些 樓花 最好就是 買一些 根本你好的 你叫做 裝修錢的 它會比較好一點 嗯 我覺得 有時候 買過 一件東西 那個花紙就很漂亮 那裡面 包裝得很漂亮的東西 通常都 就是可能 那個 物品 買回來的東西 不是那樣東西 這個就是 要小心 還有它包裝得很漂亮 整件事是 一條龍 我都會 有些擔心 每一次 一條龍 我都 嗯 不過上年 我們什麼都沒有 不認識人 在葡萄牙 完全明白 都 都 不知道找誰 做律師 銀行 怎麼開戶口 那樣東西 那 所以我們就覺得 沒什麼所謂 別人介紹而已 不過最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 當我問回 我香港的那個 Asian 我問我 究竟你在哪裡認識到她的 你說她很可靠的 的時候 她就說 其實呢 我在 戶展上 擺這個 BOOF的時候 她是在我旁邊的BOOF 然後我們就覺得 有沒有搞錯啊 你為了 律收 commission 什麼都做得出 你就這樣隔離BOOF的一個 建設者 你又不太熟悉她 那你就真的找了她 來介紹給我們 這樣吧 所以我就覺得 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 最重要就是 我兩年後 問回她這件事 我說究竟你在哪裡找到她 因為 這個發展商 是 我的朋友拿到回來 然後好像覺得 哎 是誰介紹的 一定信得過 那我們一起就去買 一起選單位 原來是她這麼隨便 這樣選了給她 因為你不要忘記 就是 幫人買樓 有融收的嘛 那她有錢收 就不管你 根本是信不信得過 那後來 那些租收不到 又或者 那個 那個工程程度不行啊 那這個工程程度 就算跟那個工程程度說 他們都不騷擾她 也不會理會她 都沒有任何壓力 可以給她 即是說 買英國樓的工程程度 跟那個工程程度說 喂 你為什麼 為什麼不給租啊 又或者 你為什麼 那些東西 還不開始開工啊 他都做不了任何事情 因為根本她都是 一些者收了勇的嘛 那她可以做什麼 都要負責任的 但是她講究 別人都不會理會她 因為 其實她可能 這個發展的主要客人 都是 是 Mittland China 所以 就算我們 在香港 怎麼做 都不會發揮到任何效果 我覺得 她 比較天真 就是介紹這個 製作者 就是沒有實驗過 連查一下 這個項目 是什麼都沒有想過 就是不要 順口開河 因為有時候 很多事情 看到都 有些問題 如果她有些經驗的話 尤其是她教人投資 就是如果是 所謂的教人投資 去買樓 就是 應該認識市場 那你看 都 不要亂這麼推薦 是吧 就是 始終 始終 就是 那些錢不容易賺 她說 而且不是 細數 是啊 我看見 有些 很多事情 我都會 即 即 即立刻說 不行 你不介意我 趕得直 但當然很多朋友 都 就是 他們的選擇 但有時候 都說 你要 小心 就是很多 很多難關 或者很多移民 你買這些 就是買某些東西 但是很多朋友 都 因為看得 哇 很大間公司 好像很出名 很大間辦公室 那些 但始終 你物業 都是看見 建築磚頭 是好一點的 我覺得 都是 那 那 我們 今天 先跟大家分享 這麼多 好嗎 我真的 希望 我們繼續可以幫到你 老實說 我都 經常幫你擔心 麻煩你 你一直幫我 檢查這麼多 不不不 我真心 是 想幫你 因為 你又介紹些客人 你的人心也很好 就算 未曾經見過你 我都覺得 你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好人 有好人 是有的 那 我覺得放心 應該會找到答案 我們問一問 多卡羅斯 他們可以怎樣解決 有什麼方法 看看他怎樣說 他比較保守 還有保留 始終是律師 但是 我想他都會推薦你 有什麼選擇 因為他據說 都認識那間公司 好啊 謝謝你 是啊 不用客氣 謝謝你今天跟我們分享 我真是很感激 希望可以幫到人